美国街头披着人皮的丧尸步履蹒跚 似乎是手脚没有力气 女人挣扎许久才从地上爬起 然后一瘸一拐地消失在街尾 现实中自然没有丧尸病毒 这群行尸走肉的真面目 其实是流落街头的隐君子 背对着镜头的女人骨瘦如柴 一条腿关节肿大 这并非是什么疾病 而是吸毒导致的并发症 放眼整个街头 和我们印象中那个光鲜亮丽的美国完全不同 垃圾遍地到处飞舞着苍蝇 流浪汉席地而眠 隐君子四处游荡 这里是美国费城啃星顿社区 媒体永远不会宣传的灯塔阴影 迎面走来的女人正沉浸在毒品的幻觉中 她一边走路一边与周围的空气交谈 刚吸食了大麻的青年站不起身 攀坐在墙边摇头晃脑 几乎没走几步就能看见有人原地半蹲着不动 他们其实是刚刚嗨完意识上且模糊不清 在啃星顿社区 找刺激的学生和无业游民是吸毒的主力 他们没钱购买毒品 就去偷到抢劫拉皮条 渐渐地一条庞大的黑色产业链在这里成型 将啃星顿变成废城最大的毒窟 虽然街道上时常会有警车巡逻 但毒贩子们早已猖獗到视若无物 警察发现了又能怎么样 毕竟他们可没有违法乱纪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